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西方只要提到house一定是villa 一定是别墅 villa 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 全是独栋的villa 很幸福 而且一套房子也只有上海的价格的四分之一吧 除了纽约 洛杉矶一些核心区 绝大多数 你看像我上次在西班牙玩 我不是上次 也就是15年左右吧 15年在西班牙的时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海滨的连排别墅 也就20万欧元一套 20万欧元也就是 大家算一算 180万200万人民币一套 哇靠 你这200万在上海的 把他鬼都买不到 上海内环的房价 内环区没有低于12万一平米的房子 内环内 都在12万一平米左右 所以是稍微好一点的 陆家嘴中央公寓 像东方民主塔附近 18万 24万 25万一平米的房子 上海最贵的有45万一平米的房子 所以这个 好吧 是不是想把东方民主塔炸了 各位啊 那么house 这叫房子 那么apartment 叫一格一格的公寓楼 原因就在于apart 它叫一格一格分离的 所以come apart 叫散开碎了 切碎了 就这个意思 来 看句子 The old book came apart 这本老旧的书 came apart 怎么样 散了 散了架了 我一个当年背的那本 背的那本词根 叫叫叫叫 现代银汉词典 被我搞了14点 大家听过 我在北京卫视 我是演说家的那次演讲 是我作为嘉宾被邀请过去 讲了一期我就走了 所以虽然被拍了 但是我后面没出现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也是因为我个人的时间原因 确实当时作为朋友关系 导演跟我直接联系 让我去帮忙 当时正好是教师节前夕 他需要一个人来录一期 我说好吧 我去吧 录完之后 然后很多人看到我那本词典之后 才知道我不是全牛逼 那本词典 我是从大学开始 一直翻到言二 翻了14遍 翻碎了 所以我怎么表达 叫the old book came apart the old book came apart 叫这本老旧的书 已经散了架 好 我们再来往下 come between 好 这次来 来到哪里 来到别人中间 between叫 a and b 中间叫 between 走到两个人中间来 无论如何 你都是个电灯袍 处在中间 第一 影响别人的关系 再往下走一步 就是挑拨离间了 所以各位 关键是根据上下文走到别人中间去了 看整个句子 the lovers swore to swar是哪个词 发誓 发誓叫swear swear叫发誓 the lovers swore to let nothing and nobody come between them lovers 爱人 这对爱人 发誓 let nothing and nobody come between them 他们发誓 任何事情 nothing 任何人 都不能挑拨离间他们 也就是任何人 任何事都不能把他们分开 都不能走到他们中间去挑拨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叫 the lovers swore to let nothing and nobody come between them 学会了吗 很简单 这种句子 大家不要小看 背出来 说出来 很阳气 很地道 关键是 非常的native speakers feelings 注意这种感觉 the lovers swore 注意分词 swear叫swear swear to let nothing and nobody come between them 下次两个人表白的时候在一起 一周年庆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we swear to let nothing and nobody come between us 对面你的男人或女人听完之后 pardon 听不懂是吧 好 coming for 来了 coming 进来 进来有所求 for 为了什么 这个词叫受到 遭到 很奇怪的是 这个短语更多用于消极场合 come in for something 来 还是根据句子 句子 这个很难 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 打个误教心 难点 coming for something 因为什么事情而遭到什么 看 he came in for a great deal of criticism for being always late he came in for a great deal of criticism a great deal of 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a great deal 在这里 deal 大家至少知道它有三个意思 第一作动词叫处理处置 叫deal with deal with 叫处理处置 deal with 好 deal 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作动词 deal with 第一个意思作动词叫处理处置 第二个意思作名词 deal 叫什么 叫成交 deal 那么第三个deal 就这里 叫在很大的程度上 叫a great deal of a great deal of 叫在很大的程度上 在很大很大的程度上 所以叫he came in for a great deal of criticism 他来 来怎么样 因为 巨大程度的批评 他因为很大的 他遭到了很大的批评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的came in for 相当于遭遇 遭到 他遭受了重大的批评 他遭受了狠狠的批评 他被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这么烦 直到你说出第三句话 才发现最接地气 也是最符合我们讲的这个翻译的原则 越简单越好 叫他遭到重大的批评 他被狠狠的批评 for being always late 因为总是迟到 再整理一下 因为总是迟到 他遭到了很大的批评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里的a great deal of 相当于deal的第三个意思 程度 程度 great deal of 那么批评叫criticism 来自于动词批评 criticize 对吧 criticize 所以整个句子我们来读一遍 he came in for a great deal of criticism for being always late came in for 叫遭受 遭到 好我们再来看 coming to coming to 那么叫他有一个意思 首先比较简单的 在什么什么当中起作用 因为他走到了into 走到了某个人当中 走过去了 所以叫发挥作用 coming to第二个意思可以叫 继承 注意啊 coming to 叫继承的句子 Tom came into a fortune when his uncle died 你看 这些短语真的需要背中文吗 还是根据句子来更快吧 看句子就能体会 当他的叔叔去世之后 他得到了一笔财产 这么翻译就可以了 你不用翻译成继承 等于inherit 对不对 你不用说 Tom inherited a fortune when his uncle died inherit叫继承 来自于词跟are继承人 还记得吧 are h不发音 把这个词发are继承人 所以有了一个动词叫inherit 叫继承 这里的came into就等于inherit 那后面半句话的条件 已经给出了信号 叫when his uncle died Tom came into a fortune 他走进了一笔财富里 你这么翻都可以 也就是你猜头了猜头 走进一笔财富里 他叔叔死了 那大概一串连 逻辑理顺 叫他叔叔去世之后 他得到了一大笔的财产 就这个意思 at the time came into a fortune when his uncle died 好 再来 我们继续往下说 come out with 先有out 出来 with 拿到什么 with叫和什么什么串联在一起 与什么什么联系在一起 所以come out with 叫提出说出 第一个意思 提出说出 比如说 come out with what you have on your mind 请说出你脑子里所想的事 come out with what you have on your mind what you have on your mind 脑子里所想 come out with what you have on your mind 请说出你脑中所想 好 come out with 东西出来 所以叫出版发表 这地方就等同于什么 issue 等同于release 发布 发表 你看issue issue更多叫发行 它指的是一个报刊的发行 release更多指这个报刊里 某一篇文章 某一篇专栏 某一篇论文发出来 那叫release 听懂了吧 issue release 都是可以的 叫出版 发表 来 we are going to come out with a new dictionary next year we are going to come out with a new dictionary next year 下一年我们要出版一本全新的词典 没错 这个时候小编已经非常职业的 在屏幕上打出了一幅图 这是我们即将出版的 韦林词根词这些词典 韦哥一直在说要做一套 颠覆式的词根词这些产品 请看我们发布会的视频 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高端的 可以出一段发布会的视频 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在今年的520发布会当中 我发表了我自己的想法 我砸了很多很多钱 韦林公司砸了很多钱 我们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影响中国同学的事情 我们把大家一直提高词汇量 要越过的一个坎 词根词绘 拎出来单独出了一套词典 词根词典和词绘词典 我拉了整个海外的团队 跟我们一起花了很大的代价 把这本词典做到了两点 我在恋恋有次课堂里 说到的东西 第一 词典上的每个词 都配英文解释 各位 第二 为这档词典配 完整的 接近2000小时的课程 这是人类第一本 可视化词典 整个词典里所有的词 我们从头讲到尾 当然了 这个录制时间非常漫长 我算一下 至少需要我们团队 这四到六位老师 录大概一两年时间 一两年时间 所以我们会不断地更新上去 我们会不断地更新上去 把整本字典可视化 我们第三件所做的事情 我们为这本字典配APP 所有的APP 在查询的时候 单词都会有一个标识 像CAMERAL一样 你可以点击这个词 它可以跳出来 我们来讲 这样的话 保证大家不用自己去辛苦地 看很多意思 不知道哪个是重点 甚至有时候十几个意思 看完之后不知道哪个意思 是它核心的要义 那么我们直接人出来讲 就会更简单 所以这本字典很考验 我们的工作量 压力非常大 当然了 四万多个单词 不是传统的什么朗文牛精 它的使用跟传统的查字典 还不一样 很可能有些词 你说我给我查不到 那主要这个词典是 把最主流的词跟词坠串联出来 并且我们APP开发过程当中 会实现一个功能 就是你输入一个单词 它同根词会全部跳出来 甚至你可以直接输入词跟 或者前缀 那它的同前缀词和同根词 也会全部跳出来 这样可以迅速地扩大 各位的单词量 尤其是动词形容词 以及他们派生的名词的单词量 因为只要是动词形容词 以及他们派生的名词 除了一些特别的小词之外 都是有词跟词坠的 我们会全部把它给拎出来 我们现在日夜兼程在审 所以这本字典应该是我 接下来的理想 如果我大学背过一本字典 那是我 其实还是很美好的回忆 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好牛逼 每天可以在包里面揣一本字典 我记得当时我去酒吧 唱歌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唱歌还不错 现在上课多了 嗓子坏了 我自己不是买了家音乐公司 叫二八音乐吗 也是为了延续我的理想 否则奋斗是为了什么呢 对吧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在酒吧里卖唱 我坐在台上 只坐台不出台 那么每次在这个班里面 后场唱歌的时候 别人都在约炮 在干嘛 我就看字典 我真不假 我得问字典 当然我也约过 约不到而已 没有人看得上我当年那个屌丝 所以我就老老实实看书 我就老实实看书 所以那本字典一直 我后来就没把它当成一个任务 我也发现 我翻了几遍也记不住 后来我反而干脆 他妈我就是翻 我没有什么目的 我就翻 翻翻翻翻 翻久了之后 预感越来越好 就是这样 所以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这句话我讲了很多遍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往往学有所成的人 还真是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所以希望各位 跟我们一起 今后伟林词根词点 和伟林词最词点的全球发行 我们第一批 限量版的图书2000册 会绣上各位的编号 只限前2000册有编号 并且牛皮版的限量版 我们会做一个 封皮式特制的一个版本 跟最后推向市场的不一样 这2000套在我们的微店 已经上架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订 并且首批订这个限量版的 会终身获得免费 使用我们APP的权利 因为我们APP 四三四几千个小时的课程 几万组词 我们会有一部分词免费开放 一部分词会以付费的形式 以年卡会员制的形式 或者你查词积分的形式来查 我们还在后台设计 但只要是购买 我们限量版词点的人 可以获得整本词点 终身免费的查阅使用权利 所有的课只要我们更新的 全部都可以听 所以希望各位跟上这本词典 希望这本词典可以颠覆业内 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反正我拼技术 也拼不过苹果这些公司 拼金钱 拼不过那些富二代的孩子们 也许我诸位分斗一辈子 只能达到他们生下来的起点 我也拼不过他们的颜值 我也拼不过他们的肌肉 那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拼命 所以我们拼命地录制内容 我让他们没有办法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我们来付出 这是我所想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你们也要在你们的领域拼命 We are going to come out with the new dictionary next year 下一年 我们要有一本新字典见面了 期待和大家见面 伟林词典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词组 compensate for compensate叫赔偿补偿 来自于词根pence pence等于money 钱记录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过一个词叫昂贵的 英文叫expensive 那么pence叫钱 那come co 叫together 一起讲过 所以叫把钱一起都给你 所以compensate叫赔偿补偿 那么固定搭配 compensate for something 那么我们来看 luckily 幸运的是 if the doormat doormat叫门口的垫子 mat 叫地垫 就比如说你家进门的时候 门口会垫一个垫子 采一采防滑 采在脚底下的灰 就叫做 doormat if the doormat or stove stove 什么意思 stove叫做炉 家里的壁炉 大家知道在美国这种 大的house当中 一般家里会有一个烟囱 那么烟囱底下会有一个壁炉 烧炉火的 取暖用的 stove if the doormat or stove fail to warn of coming disaster 如果家里的地垫和壁炉 并没有警告 有可能到来的灾难 风险 coming disaster 也就是这个垫子上 或者是炉子上没有血 小心烫 比如说 小心滑 那么 a successful lawsuit 一个成功的诉讼 might compensate you for your troubles 可能就能对你的麻烦进行补偿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肯德基示范 墙上必须要提示小心或者警方爬手 出现 出现一个叫 beware of thieves beware of thieves 叫警方爬手 beware叫小心 对不对 beware of thieves thieves小偷 偷窃 thief 小偷的意思 thieves 复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表达 在墙上起到什么作用呢 难道你被偷了 你去打官司 你不能得到一些赔偿吗 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这句话 可能肯德基赔的就更多 但如果进行了适当的提示 比如说本店拒绝自带食品 你非要自己带 带来然后吃的吃死在里面 你让他赔吗 所以各种 大家看这种提示语的作用 它适当的可以在法律上 也就是说你毕竟多做了一点 多做了一点就有话可说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句话就这个意思 如果地殿和壁炉 如果没有能够提示可能到来的风险 那么一个成功的案子 就可能一个成功的诉讼 你找律师帮你打官司 就有可能能补偿你的损失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的 你看 fail to warn of something fail to 考了多少遍 叫没有能够 warn of something 马上看到warn 做名词叫警告 做动词警告 固定搭配 搭配off warn of something 你看 fail to warn of coming disaster 如果没有能够提示可能到来的灾难 那么一个成功的诉讼 就可能赔偿你的损失 整个句子我们再读一遍 Luckily if the doormat or stove fail to warn of coming disaster a successful lawsuit might compensate you for your troubles 大家注意这里的 coming disaster coming 叫即将到来的 那么固定搭配 也看到了 compensa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比如说赔偿你的损失 以后怎么说 compensate you for your loss 对吧 损失 loss compensate you for your troubles 赔偿你的损失 不难 继续 confess to confess 叫承认 最早这个词在宗教场合经常出现 比如说 我推荐了一部电影叫 圣女贞德 拍得非常的好 跟这个勇敢的心 Brave Heart 是一部子母片 Brave Heart 拍得非常的荷尔蒙激素爆炸 是这个当年的这个 这个Tom 叫叫 Mel Gibson 拍的一部 威廉华莱士 最后Freedom 被人砍头那个 然后圣女贞德 是从反面来的 它是反 反英雄主义的 英雄到最后 自己反思 自己开始推翻 自己的信仰 很好看 旅客背松 法国顶级导演 旅客背松拍的 当时 旅客背松 在导致这部电影的时候 女主角 还是她的妻子 现在已经离婚了 女主角是谁呢 米拉乔沃斯基 米拉乔沃斯基是谁呢 生化危机的女一号 女主 想起这位女性了吗 里面 小时候 她一天要跑几十趟教堂 反思自己做错了事 里面有句台词 经常出现 Father I want to confess Father 在这里叫神父 神父 我要忏悔 Confess 所以这里的Confess to 就叫做承认 的意思 有忏悔 忏悔就是承认 自己做错了事吗 好 我们看这个例句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所发生的事情是 People cannot confess fully to their dreams as easily and openly as once they could 我们目前发生的事情是 目前有这样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People cannot confess fully to their dreams 人们不再能够 充分地去承认 他们的梦想 去坦白 他们的梦想 as easily and openly as once they could 比起曾经 once 比起曾经 他们比较容易 比较开放的姿态 也就是过去 我们能够非常公开的 openly easily 容易地去表达 自己的雄心壮志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 小时候很high 对吧 现在都不好意思讲了 现代人呢 没有那么愿意 充分表达 自己的雄心壮志了 现代人都知道什么 夹着尾巴做人 叫做你吹牛逼的时候 别人已经把事情做出来了 所以埋头做事 这句话叫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你看顺便我们还学了 这样一个主语从句 主语是一个句子 就叫主语从句 宾语是一个句子 就叫宾语从句 你看 主语变成了一个 what has happened 所发生的一切 is that 你看 前面是一个主语从句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that后面又是一个宾语从句 看到吧 that相当于宾语 我讲过 用它来取代一个句子 纸带 that that后面这个句子 就是前面的that 所以 现在社会所发生的是 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 公开的 很容易的去承认自己的梦想 来 整个前半句非常精彩 我们再读一下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people cannot confess fully to their dreams as easily and openly as once they could as as 叫和什么什么一样 叫和曾经一样的容易和开放 它并不能够这样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来 有个非常精彩的连词出现了 lest 唯恐 lest叫唯恐 比如 马利莲曼森 韦哥最喜欢的一盘 他的专辑 叫less we forget 叫唯恐我们忘记 less we forget 在美国 你经常也会看到一些遇难者纪念碑 我经常每年韩石家 不都带一帮考上演的同学 去国外看看各地的情况 看世界 经常会看到这个句子 less we forget 唯恐我们忘记 就怕我们忘记他们这些人 lest叫唯恐 好 为什么现代人不太愿意 表达雄心壮志了呢 lest 唯恐 they be thought pushing acquisitive and vulgar 唯恐 they be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be很奇怪啊 明显这里be少了一个 they would be they might be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各位 这是一个典型的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当中的用法之一 就是可以把这个would might 这样的形态动词给省略 lest 唯恐 唯恐会这样 这不是真实发生的 是一种假设 所以这个lest 所代表的就是一种虚拟 是一种假设 听懂了吧 所以来各位 学会这个装逼的虚拟语气吧 lest they be 来 刚刚我标了 这里省略了 would should might 等等 lest they should be they might be thought pushing 唯恐他们被别人当作 来 省略这个形态动词 学会了 当作什么 pushing 这个人很pushing push叫推 很有强迫症 唯恐别人觉得他很 很有雄心壮志 很push acquisitive 贪婪 and vulgar 粗暴 粗鲁 vulgar vulgar的意思叫粗暴 有点简单粗暴 就觉得这个人很功利 很粗暴 所以这里的pushing 甚至可以翻译成功利 就很功利 去狂推 见面就推销 那叫pushing 就怕别人觉得他这个人很pushing 很功利 很acquisitive 很贪婪 这个词来自于acquire 我们学过了一个词获得 他一直在得到 一直在得到 所以acquisitive 它叫做贪婪 于是有了一个名字 在经济场合经常出现 叫做 兼并 兼并怎么说的 acquisition acquisition 叫兼并 因为把别人得到了 所以这个词叫兼并 那么pushing acquisitive and vulgar vulgar 什么意思啊 vulgar 叫做粗暴 粗野 怕别人显得粗暴 所以像这样的形容词 什么pushing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表达 你一定要去体会 它就不叫推了 对吧 它就怕别人觉得他很推动 那就变得叫很功利 很推销 很急切 很急功近利 你就这么去翻 英文当中 像这样的表达有很多 你看 说这个人非常的pointing pointing什么意思 正在进行时pointing 直指点点 说这个人怎么样 毒舌 pointing就这个意思 很尖锐 嘴巴很毒 就叫pointing 喜欢直指点点 这叫做pointing 记住了 那么 像英文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 比如说mean you're so mean 你怎么那么卑鄙 这个词作形容词叫baby 而前面我们讲过 mean加smeans 专门做名词 叫方式方法 还记得吧 特别是叫s的时候 做名词 所以有个叫 无论如何 叫by all means 还记不记得 我讲过 无论怎么都不 反应词by no means 叫绝不 所以像这些东西 大家都要打通来记得 mean作形容词叫baby you're so mean 你怎么那么卑鄙啊 stop pointing 别那么尖锐 直指点点 pushing 所以像这样的词 不同的场景 有不同的用法 包括你去坐地铁 北京 特别挤 高峰期的时候 有人进不去 很危险 万一被拖呢 一个时候 假的你们被拖 那变成肉饼了 所以有一个职业催生 有人帮你推进去 帮你挤一下 那个职业叫pusher 你看 这个时候就不叫 急功近利的人 他叫推手 推手 这个时候互联网上 很多人炒作 明星收入过亿 都他妈是棋子 一年收入赚个几千万 不错了 哪有那么多钱 只有一线的那些大牌才有 现在很多小鲜肉 为什么狂推这些小鲜肉 你们不懂行 韦哥在业内认识很多朋友 便宜啊 他们挣的钱 全是经济公司挣了 由于他年轻 好签 我签你 我捧你好吧 你真的绝对没有那些 现代的一线 什么翻明明他们多 比他们少多了 零头 但我推你 几年之后 你就会比他们多 所以他们拿的 比那些大牌明星少多了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 而这些小鲜肉 他没有 他被控制了 所以真正挣钱的是后面的broker 经纪人 那么这种人叫push 推手 你看 不同场景有不同的用法 大家了解就OK了 所以韩国明星自杀 为什么 太光鲜了 包装的他妈自己跟宇宙主宰一样 其实他妈回到家里 刚蹦子在捡 没赚多少钱 说不定这台没有我多呢 就这么简单 一年说不定都没有几千万 push 就这个意思 叫推手 大家记住这个词 push 理解了 好 所以整个句子 我建议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遍 叫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people cannot confess fully to their dreams as easily and openly as once they could lest they be thought-pushing acquisitive and vulgar 大家看整个句子 我在读的时候 我都有停顿的 大家一定一定记住 要有停顿 读句子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多一些停顿 到每一个修饰的地方停 以后句子结构就越来越清晰 你看我会这么读 what has 你看我把我的停顿点标出来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people cannot confess fully to their dreams as easily and openly as once they could lest they be thought-pushing acquisitive and vulgar 这样的话 以后你这种句子一旦背下来 你就可以模仿 这样去写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as什么as 那这个last 特别是这地方的虚拟语气 last they be 这个一写就看到你的段位了 所以各位想装逼吗 来 逼 看到没有 装逼 走起 用力不要停 就这样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词组 confiding confiding confide 叫什么 叫坦诚坦白 因为这里面有个词根 叫性 fit 所以fit叫性 自信 confidence 有印象吗 包括忠贞 忠诚 叫fidelity 你看 fidelity 叫忠贞 忠诚 fidelity 不忠 叫infidelity 看到没有 所以fit叫性的意思 信任呢 confide 叫我相信你 所以我全部说出来 confiding 叫吐露 一定要加硬 听到了吗 confiding 叫吐露心声 像某人坦白 就这个意思 modern girls selden confiding their parents 你看 现代的女孩 很少会信任 他们的父母 很少会向父母 谈露心声 每个女孩都有秘密 叫modern girls selden confiding their parents confiding 最近有部美剧 我一个在看 非常新 是当年的 Sex and the City Sex and the City 叫欲望都市 里面的女主之一 出演的一部片子 年纪已经大了 但片子依然精彩 很幽默 很黑色 但是拍得非常到位 里面的语言质量 极其高 男主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部片子的名字 就叫divorce 离婚 就叫离婚 里面他们一直纠结 怎么跟自己的 两个 一个大儿子 跟一个小女儿 两个人最多 也就是小学生 怎么跟他们去讲离婚 憋了半天 就憋了半天 讲最后 很纠结 怕伤害他们 各种担心 最后说出来之后 两个小孩 第一句话 这很明显 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没事 还有事吗 没事我上去了 所以父母有时候 不要太高估自己 也不要太觉得孩子脆弱 这个时代 大家都想清楚了 人都是为谁活 为自己活 你不把自己照顾好 你根本没有能力 照顾家人 何况所谓的照顾 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这个时代 谁都不欠谁 父母把你放到这个世间 已经把钱你的一切都还你了 把钱你的一切都给你了 接下来录你自己汤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 把自己照顾好 也要适时的向父母证明 你够成熟 很多事情你够能力面对 Modern girls seldom confide in their parents 很少向父母吐露心声 could off 冷静 off 离开 把它冷静下来 就这个意思 after a cooling off period of seven days 经过七天的冷静期 你看 after a cooling off period of seven days 才经历七天的 cooling off period period叫时期嘛 对吧 经过了七天的冷静期 the parent can sign a certificate of request the patient can sign a certificate of request 病人们就可以签署一份申请证明了 certificate叫证明 这个句子的背景说的是安乐死 在申请安乐死的时候 你决定要死了吗 给你七天时间想 想明白了 你就可以签字了 所以叫the patient can sign a certificate of request 病人们就可以签署一份申请 request叫请求 certificate叫证明 可以签署一份 请求证明了 所以这句话叫 after a cooling off period of seven days the patient can sign a certificate of request 就可以签一份申请证明了 好 酷的不难 不灭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